现在 小公鸡店 对 在这吃吗 对 今天在这吃 今天孙姨的大妹妹 也就是我姨姨 请我们 还有小妹妹 一块请我们在这吃个饭 塔城是很热情的 知道吧 塔城人 姐姐姐姐姐好 她说的那是 对 对 黄西瓜 嗯 水果就一圈了 甜不甜 嗯 比红色的还甜 黄瓜这是 看孩子爸还是挺主动的 倒了水呢 西瓜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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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桌太丰盛了 方便好 招牌菜 浮海大鱼头 看我们这一大家子 多热闹 这个美塔 这个定义上面 特别热情 这个人特别热情 这个人特别热情 就赶紧去吃 哦 哈哈哈 塔城人民很淳朴 特别热情 对啊 热情款待 希望你们常回来 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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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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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行 我给你 都说要是没有时间的话 到底全要跟我们去那边 好好好 希望你们常去 我们去玩啊 好好好 去了一定跟我们联系啊 嗯 嗯 哎呀 吃了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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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顿还没消化呢 后一顿就来了是吧 塔城人民就是这么淳朴 就是这么热情 再喝水 又喝 又喝 来 又喝 今天是我孙姨的两个妹妹 就是我的两个姨 请我们吃饭 还有我孙姨的儿子啊 还有我大姨 和小姨的孩子们啊 都来了 一大桌人 特别热闹啊 嗯 我们家呢 人就是特别的热情 包括就说是 塔城人本身就是热情啊 特别热情 把孩子爸吃了都已经吃不下了快 明天还有 后天还有 回到娘家真的时候 我感觉到 心里面暖暖的呀 所有人的爱给我给的 让我感觉到娘家真的是太好了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孩子爸今天不爱讲话的人啊 特别内向的人 也能断起这个杯子来讲句话啊 他是一家之主嘛 他来讲话还是对的是吧 挺难得的我觉得 大家说是吧 他确实是很内向 不善言谈 不善应酬的人啊 就是不善于表达 这样的 今天他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